我們現在來介紹的是泰勒展開式 泰勒展開式的意思是說這樣子的 任何的一個函數 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 使用什麼方法展開呢 這是多項式 就是說它可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來 我寫出來 F 它的話是可為分 是怎麼樣的可為分呢 它可以連續的為分 N加一次 在都是N次以上的 可以連續可為分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可為分 在哪裡呢 在A的部分 在一個點A A的 這個A的坐標的open set這個地方 就是A的附近的近旁 一個open set 我們可以把它將它用一個函數 這是Y等於F 在A的這一點 可以使用的是polynomial來逼近 那這個意思是這樣子的 那它的規則很漂亮 它在這個地方展開 第一次微分 x-a 那各位同學要知道的是 第一項 這就是我們以前介紹的 微分公式 所謂的切線用割線來逼近的 那這個地方是二階的部分 這邊一直到N階 這是什麼呢 這很重要的這部分 這叫做余式項 這個余式的話呢 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這個Rn的話呢 x 把它寫成的話呢是 這邊是N加1 就是連續微分 N加1次 這邊存在的一個C 這邊C的話呢 是介於A到X之間 這邊是N加1 B階乘X-A的N加1次方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余式 原則上來說 一般來說 當N很大的時候 各位同學看到這個是什麼呢 這邊是階乘 這邊是階乘 多半來說 它都會趨近於0 也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 一般的函數 用多項式來逼近的話呢 它會逼近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的話呢 就直接就把它寫成 甚至很多的話 都把它寫成無窮的極數 就直接把它寫成 Power Series的方式來寫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暫時說到這邊 等一下我就開始來證明它的內容 我們現在來證明 泰勒展開式的這個內容 我們要證明泰勒展開式 其實基本上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的話呢 是用微積分基本定理的方式 用積分的方法展開 另外一個的話呢 是用均值定理的技巧 洛爾定理的技巧來證明 那我們在這裡採用的是 微分的技巧來做好了 我們現在來證明的是說 現在我把內容再敘述一下 一個函數利用一個Polynomial的展開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余式項 這個余式項就是剛才我們所列出來的 這個Rn 我們這邊的話呢先列給各位同學 Rnx是等於 這邊是F連續微分N次 這邊是一個C 這邊是N加1的階層 這邊是X減掉A的N加1次方 我們只要證明這個Rn 是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了 來我們怎麼做呢 現在我來做一個很技巧的方式 Proof 現在我們要先另一個G的函數 假設它是一個T的函數 它是F of X減掉FT 再減掉F'T乘上X-T 再減掉各位同學可以參照上面 這是兩次微分T 這邊是2分之2 2階乘X減T的二次方 一直減減減 減到什麼時候呢 減到這個這個地方 N這邊是T 這邊是N階乘X減T的N次方 再減掉Rnx 這邊的技巧在這裡 最後一個的話呢 的假設技巧是 這個地方是X減T的N加1 這是X減A的N加1 好 我們這樣的來假設之後 這個GT寫了這麼長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我要跟各位同學說 這邊的話呢 GX 我們把X當作是 現在是當作是數字來看了 現在T是變數 GX如果說把T帶成X 各位同學看 是不是非常明顯的 它是0 沒有問題 再看一下 如果把G帶A進去呢 GA帶下去 如果帶A 各位同學發現 這就是原來的 泰勒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展開 這個前面的話呢 我們只要證明Rn的話呢 是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假設是 前面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這邊的話呢 就是Rn 減掉 這邊的話呢 帶A進去 這邊就變成 最後一項變成了1 所以是Rn-Rn等於0 我們發現了什麼呢 如果說的話呢 X跟A之間 它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GX的 GT的函數 這邊是A 這邊是X 我們勢必會存在一個C 根據洛爾定理所說的 能夠使得什麼呢 G'C會等於0 我們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得到的是 我們對這個來微分 G來微分 會變成0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對它的微分 我們現在來執行 對G的微分 來G'T是什麼 這個地方 它不是T的函數 所以我們微分就不見了 這邊就直接變成-F'T 來 我們看看這 每一個式子這樣子來算 會比較清楚 這是相乘的 所以我們要執行的是 乘法的微分 我們這邊的話呢 每一次在證明的時候 這個都是一個框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邊不微 如果是前面不微的話呢 後面就要微分了 這邊是變成了多一個-1 再加上 這個前面微分了 後面就照抄 好我們再做一個式子 前面如果說不微 後面就要微分 後面微分的話呢 就是x-T 然後還要再乘上一個-1 這是連鎖率 再加上前面微分 再加上前面微分 後面就不要微 0 這是第二個式子 現在我要做的是 最後的兩式 現在繼續做下去 這個地方是 減掉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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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話我就不要再做了 再減掉最後一個式子 倒數第二式 這邊是前面的話呢 不要微 後面就要微 後面就要微 N丟下來 這邊就變成了 NN消掉 這邊是N-1的階乘 這邊的話呢 是x-T的N-1 這邊別忘了還有一個-1 再加上 這邊的話呢 微分 前面微分了 前面微分了 後面就不要微 好 現在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是RN x 現在要注意的是對T來微分 所以的話這邊是 底下是直接照抄 上面就是 N加1 還是保留著 上面是 N加1 丟下來 乘上 x-T的 N次方 再乘上-1 -1這邊就用加的好了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發現了什麼 我們可以發現說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是會做了一個抵消的 這邊負的 這邊是正的 再看後面 這個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是不是抵消 我們發現全部都抵消了 一直抵消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各位同學的話呢 如果我把G'C帶進去 是不是這個算式就會變0呢 於是我們就這麼說了 我們把C帶進去 這個算式會變0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把C帶進去 這邊把C帶進去 這是會是變成0 再加上 這個把C帶進去 R N X 把C帶進去 這個地方是N加1 X-C 的N次方 這是X-A的N加1次方 這會等於0 算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地方的話呢 可以抵消掉 我發現 這個算式 跟這個算式是一樣的 於是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這邊 再看到這邊來 RN的話呢 移向過去 再除過來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注意的是這裡 前面的話呢 有一個負號了 所以的話呢 RN X 就會等於 這邊是 F N加1 的C 這邊的話呢 N加1乘過去 N階乘乘上N加1 這邊就是 N加1的階乘 上面這乘過來 這邊是 X-A的N加1次方 所以我們證明了 這個余式項 是這樣子 也間接的證明了 這個泰勒展開式的模式了 到這之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遇到 我們可以遇到